现在目前我们以福音科大的招生的方案来说 总共有四个 然后第一个呢是给外籍生的同学 可以参加的新南向专班 那第二个呢则是外籍生跟乔生 都可以参加的国际专修部 第三个呢则是新型专班 那第四个是海清班 总共有这四个模式 新南向专班基本上就是同学们呢 他们可以来台湾 然后呢有学校这边煤和厂商 让他们能够边打工 然后又能够念大学的一个专班学程 那基本上现在的话 我们有宝银系和环工系 这两个科系是由新南向专班的专班出现 那同学们的第一年都会需要学华语 对那学完华语还有这个科系的专业课程 那上完之后到大二开始 就会有学校帮他们煤和的厂商 然后呢他们就会有四天在厂商那边工作 然后呢两天会回学校念书 那一天呢就是休息日 然后直到他毕业这样子 以国际专修部来说呢 因为刚刚的新南向专班 因为他们在第一年上的华语的时间比较短 那所以我们都希望同学入学的时候 要有一些华语的基础 大概中文的上课时间要有两百四十小时 但是国际专修部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我们欢迎你中文 不会中文的同学 那没有考过任何的华语测验的同学 来报名这样子 那乔生跟外习生都是可以的 那目前的话我们有开放五个科系 然后有这个环境工程 然后应用化学 还有生物科技 资科馆 还有长照 那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开拓三个科系 一个是休息系 然后健美系 还有职业安全学系 那他们上课的方式就跟刚刚的新南向不一样 他的第一年全部都要学华语 所以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上华语的课程 每周要上二十小时 那第一年通过A2的话 测之后呢 同学就会进入到他们所选择的科系 去念大一到大四的时间 这样子 海清班的话它有点像新南向专班 那我们刚才提到新南向专班是给外籍同学的 所以海清班呢 是给这个海外乔生同学来念的这个专班 那他也一样可以让同学来第一年修专业科目跟华语 那之后呢后面的时间跟新南向专班一样 也是由学校媒合公司工厂 新型专班是这次新的一个学程 那这个学程呢 我们目前我们学校 因为教育部的政策现在是开放STEM的相关领域的学系才可以参加 所以因为我们学校现在目前申请成功的是化学材料学系 那他会收25个人 对 那这个专班呢 基本上就是需要同学大学毕业 然后呢 本身有具有A2的语言资格 那进来念大学两年 那这两年不用缴学杂费 然后呢 这个每个月还会有一万块的生活费 然后又可以去厂商那边去做这个工作的一个机会 这样子 那两年之后你就可以取得化财系的这个学士学位 是 我们刚才有提到他是要大学毕业 然后另外就是有A2的资格 所以高中毕业可能就要选择的是 像如果你是华侨生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的是我们的海星班 那或者是你完全没有语言基础 你可以学国际专修部 对 在年龄的部分 教育部的话会希望同学能够是在22岁以下 对 那超过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跟 嗯 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们建议是能够22岁以下是最好的 我觉得看到同学们都很希望能够学华语 然后在台湾生活 其实我们都很替他们高兴 然后也会努力的鼓励他们好好的念书 然后在台湾好好的学习跟生活 那未来学到东西之后可以回馈印尼的家乡 主要是因为印尼的同学的人数 第一个多 对 人数真的很多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学校本身就有一些 印尼的乔专班的同学 那我们觉得印尼的同学呢 都很纯真可爱 而且也很认真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印尼同学 能够来我们学校就读 那我们会尽力帮他们能够完成 他们人生的愿望 对 欢迎来到 Morning University Morning University